一般人我說跟你講國安基金的護盤 哦 護盤了利多了 股票再跌有限了 我看到的是國安基金每次護盤的時候 都是景氣的谷底 我就很簡單從過去20年當中 去抓出平均護盤的週期 大概就是4年到5年 代表4到5年就會一個谷底 再遇到下一個谷底 你再扣掉從最高點跌到最低 大概就是3年到4年 那我們就說平均3年半好了 所以我告訴你嘛 迎來3年大多頭 新年的工商裡面講說 現在年準會要怎麼樣 降息時間全球都在半倍 市場預期最快明年3月開始降息 原本的這個費Watch的最新預測 我跟你講之前的看法是說3月不會降息 到了5月有沒有 5月就有可能降降一碼 費Watch的利率觀察的網站 3月降一碼機率有將近7成 親愛的黃宇電台聽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這個古海大商夫YT影音頻道的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來今天的聊產業我們要來跟各位 大概談一下這個聯準會降息 對全球指數 對這個台股指數 到底有什麼樣的影響 好那話說呢我們從那一個 過去這幾年來 大家如果是 古靈在5年之內的話 那各位你記不記得在COVID-19 2020年發生的那一年 突然因為疫情爆發 當時的美國的經濟還非常的不錯 可是因為疫情的突然爆發之後 讓這個鮑爾突然成為熱鍋上的螞蟻 結果他立刻就來實施什麼 無上限QE 無上限QE就代表說 他的印鈔怎麼樣是沒有上限的 然後整個呢利率呢 也一路一直降一直降降到哪裡 降到這個近乎跟歐洲一樣 跟歐洲央行一樣近乎是零利率 好所以我們把那一次的無上限QE 叫做怎麼樣 愛的迫降 愛的迫降大家都看過對不對 這個李正賀抱著以色列 然後呢在瑞士那個地方 整個給他跳下去 然後呢抱在一起愛的迫降 好那 在那一次2020年的愛的迫降 從2月3月整個全球股市 包括美股就在短短的一個多月 跌了40% 然後呢 我們的台股也從12000 然後呢跌到這個8900 跌到8 更正8300 8300就在2020年3月19號的那一天 國安基金會在下午宣布怎樣 要進場互盤 從那時候開始的隔天 3月20號 好到今天為止 即使經過去年10月的那麼恐慌 台股最低也才跌到12000 但是去年10月還有很多人跟你恐嚇 因為那時候一堆利空嘛 連整會升息積極如綠令的利空 加上佩洛西來台灣訪問 中共的飛彈有沒有 封鎖台灣 這個飛彈危機 然後再來呢 到了10月 邢進平從怎麼樣 連任這個中國共產黨的黨主席 好一連串的利空把大家嚇死了 再加上升息 一直到今年都還在升 所以這從去年到今年的這個級升到現在 各位你發現喔 升得這麼猛 不管是我們的台股指數 不管是我們的稻窮 昨天宣布說在明年可能會降息了 然後正式站上37000 你可以發現說 只要這個利空一頓化了 然後利多消息來了 股價指數隨時都有可能再創新高 比如說以稻窮來講指數再創新高 那你回過頭來想你去年10月 你把股票砍在低點的人 除非公司的營運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那不然呢基本上去年10月股票你砍在低點的人 你現在應該都會很後悔的 為什麼 因為很多個股都基本上 從去年10月到現在都漲一倍兩倍三倍出來了 OK好 那各位我要跟各位講的是說 其實在古海江湖裡面 我一直跟各位講說 富貴要穩中求 你不要覺得說你在這裡面 好像在玩大富翁一樣 好像在玩魷魚遊戲一樣 如果你是去拆 比如說今天漲停賭明天要再開高 你永遠用短線的思維在看盤面上的操作 那我記得我曾經跟你把這一個 線型把它拉長來看 你就會覺得說 用短線你就看到一個漲漲跌跌 就好像你看盤中一樣 盤中漲個五塊一塊兩塊 有沒有不管是金星科環球晶聯發科 連台積電都一樣 你去看盤中 都上上下下的 可是你當你把這個 時間軸一拉開來看的時候 一拉開來看的時候 就像我前兩天跟你講的博通 有沒有 創新高 股價佔上千元 然後你發現說 過去這幾年最好的買點 就是在COVID-19那時候的 博通殺到200塊 然後呢 在上一次的 前兩次就是COVID-19那一次 在前一次呢 就是怎麼樣 去年十月 從年頭升到年尾的 那去年十月就是最低點給你買的 好 那 基於這樣的概念呢 各位 我們還是來講一下 那 老師 可是現在指數都從去年十月漲到 現在 對不對 12000到18000 很多人都嫌 很多人都說 老師現在指數很高可以買嗎 可以買嗎 我一直跟各位講指數看的是 現在占指數全值最重的是誰 台積點 那因為台積電股價都沒下來啊 雖然你可能有人被掏在680的 可是跟 對比去年十月的台積電400塊錢 現在 588 你會覺得說 老師 人家台積電好像蠻貴的啊 對不對 所以指數也沒下來啊 可是指數 會依舊在高點 就是因為台積電沒下來嘛 可是如果很多個股 中小型股 搞不好它的股價根本到現在怎麼樣 離去年的18000還很長一到 離它去年這兩年的高點 基本上可能還有兩倍三倍四倍的空間 或者一倍或者50%的空間 所以這就是我要告訴你說 一般賞戶 一般賞戶很容易從指數 看指數去判斷股市現在能買不能買的迷思 那如果照你這樣講 那道瓊現在站上17000那你更不能買啊 可是你知道嗎 現在很多個股基本上 它的這個股價水平 基本上離過去這兩年的高點 可能是要要攢一半甚至只剩三分之一啊 二分之一都大有股票在 所以 各位不要再用股 不要再看這個我們的指數 去做個股了 如果你用指數去做個股 我告訴你10月底你會很願望 上個月指數不是破16000 一堆人在砍股票的 可是你們在砍股票 我們都沒有去看指數耶 我們都只有 去盯著說 我 手上的那一些 這個觀察的陳蓋股 有沒有怎麼樣 有低堪買只需買 不然你看到這兩天 國劇今天在創破斷新高 對不對 我是不是說陳泰銘 要給當初1300的人一個交代 所以看起來他現在確實很努力嘛 好 那我想我們還是回到節目的正軌 今天我要跟你講利率 那利率跟我們的股市到底怎麼樣 現在的17300 17400 甚至18000 到底會不會是高點 然後明後年的行情 到底怎麼樣 我們是可以期待嗎 好 那我現在用幾個數據來跟各位講 導播先幫我看一下這個字卡 我的字卡直接告訴你說 預告明年降息 新興市場 各位我特別強調怎麼樣 我特別強調什麼 新興市場 會迎來三年大墮頭 那理由為什麼很簡單 我從幾個面向我都有跟各位講過 導播回來一下 為什麼是三年 三年四年都有可能 如果你有認真看我節目 我過去一般人 每次國安基金出來互盤的時候 就跟你講說 國安基金出來互盤那就是低點 因為通常都是十年的大底 對不對 確實是 可是去年的國安基金是從八月一路互到 七八月一路互到十月 七八月互到十月 指數還在繼續跌 從一萬五跌到一萬二 那時候的國安基金是被人家笑 國安基金變什麼樣 什麼國安感冒糖漿 什麼失靈等等有沒有 就被一些這個具有反社會人格 負能量的人去看衰他 你看衰他 問題是國安基金又不跟你做短線 你國安基金互盤完之後 到現在 國安基金不是又大賺了嗎 因為他台積電是在500以下一路互的 互到400以下還在互 那你回過頭現在台積電在580 570不是國安基金用大賺嗎 所以為什麼說 我國安基金的勝率也是100分 為什麼 因為你們不要用短線去看國安基金的操作 就跟當下我們也是跟著國安基金怎麼樣 通進出啊 我說我的操作 我也是跟著八大行庫的操作通進出啊 那你要用短線半個月一個月 再看我們的操作 那你會大錯特錯 為什麼 因為我們 那我告訴你說我的出場勝率都100分 只有你的出場勝率100分 你放在股市你有沒有錢 你出場是賺的 再投入出場再賺 你的錢才能夠從100塊 100萬變成200萬 變成300萬 變成400萬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在玩大富翁遊戲 你不會賺的這一隻以後 那一隻在停損出場 那你永遠財富怎麼樣 你都在倒退爐 差別都在這邊 這樣你了解嗎 好 所以我剛剛跟各位講說 國安基金 一般人 一般分析師只是告訴你說 國安基金現在進場復盤了 導播我現在在講這一句的時候 麻煩你找出我們當初在解 國安基金的那一段 廣播的聽眾因為時間有限 我可能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在這邊 好好把它講一次給你聽 但是麻煩你如果請你訂閱我們的 古海大張波頻道YT 因為我的YT我們可以後製 我們可以把我當時怎麼去講解 國安基金的這個周期 戶盤周期 從這戶盤周期 我們就可以看到 看出一個景氣循環 那我口頭大概跟你講一下 導播記得我們的盤後影片幫我們把 我當初解的那一段幫我插播進來 我剛剛是不是講到 每幾年你就歸零一次 2000年 第一次第二次在同一年 請你看一下第二次跟第三次差幾年 4年 4年 第三次跟第四次差多少 4年 第四次跟第五次差多少 3年 3年多 第五次跟第六次差多少 4年 第六次跟第七次差多少 5年 4年半到5年 4年多 對不對 第七次跟第八次差多少 2年 2年多 OK好 你有沒有發現大部分都差幾年 大概3到4年 4年上下 4年上下 為什麼這一次只有2年 因為疫情 急漲 就這一次會提早2年 是因為急漲之後通膨很嚴重 整個錢堆積出來的泡沫 就急上 所以急下 所以提早2年出來的護盤 但是按照常態是多久 4年左右 4年左右 所以你4年你就會吃一次歸零膏 那為什麼有的人4年不會吃歸零膏 還會怎麼樣 財富可以再翻 才會再累積上去 對 因為不走ㄎ又ㄎ 有對的節奏 對 然後怎麼樣 不做短線不追高 如果4年一次 那代表怎麼樣 這一次國安基金過了 已經戶多少 237天了對不對 對 七八個月八九個月了嘛 對不對 差不多戶三季左右 要戶盤都是因為股市曾經怎麼樣 瘋狂過啦 2000年就是這樣 2004那一波是從SARS之後 原始期漲一波 漲了一波 有沒有 08年那一次金融海嘯 通常在國安基金護盤的前半年 那就是高點了嘛 對不對 因為一殺下來就很快 從高點 下台就半年 就會殺很快 那時候就要進去付 那如果說 下一次的週期一樣是4年 那4年2026 2026再給它減半年 2025 對不對 2025年底 股市從現在到2025年底 一個大多頭 你這三年 很合邏輯喔 你這三年你可以賺大錢 你知道嗎 因為最慘的已經過了 那些庫存 都要慢慢消化掉了 這樣你懂嗎 這是一個合理推論喔 合邏輯喔 不會做股票 該死 在去年都死光光了 該砍都砍出去了 該斷頭都出場了 即使我現在告訴你說 未來三年是大多頭 你照樣會再多頭死光啦 為什麼 我說投資人在股市裡面 所學到的教訓 就有美學 永遠沒學到教訓 兩年前五月那一波 盤中台股跌一千四百多點 長榮陽明 從一百跌到六百 斷頭 一百跌到六十 有沒有 是啊 台積電那一波不是也是從那個吧 也是一波這樣急殺殺 急殺 因為那時候疫情大爆發 三級警戒的時候 從那一年的六百七十幾 殺到 殺到五百多嘛 對不對 我說那時候有一個 20張台積電的 就在那時候一殺 嚇到我來參加我清代 是 有人告訴 有人會這樣子來告訴你 用這個 國安精進場 去做推 就幫你整理出 十指 台股的周期嗎 你有沒有看見 八次裡面有六次 都是四年 平均在四年左右 是的 你有沒有看到 這代表什麼 其實這代表 就代表四年就是怎麼樣 一個景氣循環 一個周期循環 四年就是一個景氣循環 一個周期循環 懂 我說國安基金互盤 你去看 我去統計過去二三十年 國安基金互盤的頻率大概四年到五年 那平均大概就四年多了 那為什麼會互盤呢 因為每次互盤都是 股市崩盤的時候嘛 對不對 我這兩天 我不是在誇我們的金管會嘛 我說這個黃天睦這幾年 其實說實在做得很不錯 其實去年 我們的央行總裁也不錯啦 你看 我們遇到這一個 美國升息升得那麼猛 很多人在質疑說 為什麼我們的升息 有沒有 不跟著升得那麼猛 我跟你講 我們如果升得那麼猛 第一個繳房貸人你會掛掉 新竹一堆貸款在繳房貸人 你肯定掛掉 我有跟你講過為什麼 你現在只有繳2%的房貸利息 如果給你弄到5%的話 你的怎麼樣 利息是增加一倍多 你繳得出來嗎 如果你每個月要負擔5萬塊的利息成本 3萬塊的利息成本 你一個月變成要分負擔6萬 10萬 你的生活不會出問題嗎 那些投資客不會跳樓嗎 當然這樣是可以抑制房價 可是社會會造成動盪不安 第二個 如果我們跟著升息 台幣就不會貶 可是我們台灣是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家 是收美金的 所以遇到行情不好的時候 我們的外銷 包括我們的電子業 我們的外銷廠商 我們遇到景氣不好 我們的訂單會下滑 我們的銀收會下滑對不對 可是因為大家手上會有很多美金部位 會有美金的怎麼樣 匯兌收益 所以業外會去彌補業內的虧損 或者業內的少賺 所以你看到去年雖然電子業那麼差 可是很多的匯兌收益加進來之後 反而怎麼樣 沒那麼難看 這就是我們央行厲害的地方 你可以講說這就是另外一種怎麼樣 他可以說央行就是國家的超級財務長 央行的這個總裁 那公司的財務長財務操作的 基本上沒單的時候 藉由財務操作讓公司賺錢 那景氣好的時候就接單賺錢 就這樣 所以說100分的財務長 那回過頭我們來看一下 我剛剛是不是跟你講到說4到5年 互盤一次對不對 4到5年互盤一次 那就代表一般人我說跟你講 國安基金的互盤 互盤了利多了 股票再跌有限了對不對 好 可是你沒有看到一點 我看到的是國安基金每次互盤的時候 都是景氣的谷底 好 那互盤的時候是景氣的谷底對不對 那我就很簡單從過去20年當中去抓出 平均互盤的周期 大概就是4年到5年 代表4到5年就會一個谷底再遇到下一個谷底 谷底再下到遇到下一個谷底 好 那從景氣最好的時候 紅燈黃藍燈 綠燈到黃藍燈到紅燈的時候 那到了紅燈過熱 到紅燈過熱 然後呢 紅燈過熱之後再到轉綠有沒有 轉藍 可能怎麼樣 景氣突然掉下來也許怎麼樣 就會用一年的時間來發生 所以從最熱到谷底 我們就谷雪抓大概平均也大概一年 去年就是一年嘛 從年初跌到年尾嘛 一年嘛 所以說如果平均4到5年 平均4到5年 是一個谷底再一個谷底 那你扣掉 扣掉最後那一波 我說這個飛龍在天 歷劍大人96到95 然後到上九抗農有毀的時候 抗農有毀的時候 就是從龍井到怎麼樣 谷底的要用一年 所以你把4到5年扣掉 國安基金前後戶盤的周期 谷底到谷底 4到5年 你再扣掉從最高點跌到最低 從最熱到谷底用一年的話 那大概就怎麼樣 龍井就是從底部到最熱 大概就是3年到4年 這樣你懂意思嗎 那我們就說平均3年半好了 好不好 平均3年半 所以導播回來這張投影片 所以我告訴你嘛 迎來3年大多投嘛 那嚴格來講 如果你要把 從去年10月就是國安基金開始互盤的話 那到今年你再給它扣掉一年 好不好 扣掉一年嘛 扣掉一年那就多少 我說3年到3年半嘛 好那你再給它扣掉一年 那就兩年 對不對 兩年到兩年半 那我大概就跟你講3年的大多投 好 所以我直接先跟你講結論 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 那連準會到底跟你講什麼 那連準會到底跟你講什麼 下間段我們回來看 明年的連準會 習會怎麼講 好不好 然後 我剛剛講的說 如果說你沒有訂閱我們的YT的 你趕快來訂閱 然後 環宇電台的聽我們聊產業的 你從9月11號聽到現在 如果你覺得說 我們從每個面向 不管從個股的產業趨勢 從這個整個總金面 從我剛剛分析的 從來沒有分析師跟你講過說 原來從國安基金的護盤 週期都可以來 好好做一個大多投的一個行情的話 趁這個時候趕快把我們的LINE加進來 小老鼠HRH888 我們先進廣告謝謝各位 想聽陈辰老師聊產業聊心法 或是您想和陈辰老師聊聊您的股市人生 現在加入 古海大丈夫LINE的生活圈 小老鼠HRH888 或掃描螢幕上方QR Code 歡迎您一起來聊聊 歡迎回到這個 古海大丈夫 陳辰聊產業的節目現場 來導播幫我們看一下 今天的工商 做一個非常大的頭版 裡面講說 現在呢 連準會要怎麼樣 降息時間 全球都怎麼樣 都在擲筊 都在擲筊 看你擲下是怎麼樣 是笑筊 先筊還是靠筊 對不對 ok好 那 最新的利率決策出爐 市場預期最快明年3月開始降息 當然也有分析認為是怎麼樣 在下半年 那從這裡面呢 我們這邊有準備一個表格 有一個表格 現在最主要是說 這一個 在這兩天 決策會議他出來說 投資人認為央行本週的立會 會把怎麼樣 利率維持在5.25 可是 這個頭條 昨天開完了 已經出來對不對 來 我給各位看一下這個表格 這個是 記者整理的 原本的這個Faywatch的最新預測 我跟你講 他原本的最新預測是這樣子 現在的利率是在5.25到5.5這個區間 那原本3月的機率在哪裡 55.7 然後5月呢 5月機率最高的在哪裡 就是49.2 沒有一個怎麼樣 沒有一個過半 沒有一個是大於50% 就是說其實都還是很保守 好 可是呢 之前的這一個 看法是說 3月呢 還是會維持在目前的利率 就是3月不會降息 可是呢 到了5月有沒有 降息的機率是怎麼高 比較高 換句話說 5月有可能怎麼樣 5月就有可能降 降一馬 這是原本的猜測 OK 好 那 昨天呢 昨天已經開完 出來了 出來了 出來結果什麼呢 出來 我們從這個FedWatch 我們直接到 國外的這個FedWatch的這個 Fed就是聯準會的這個 利率的這個觀察 觀察的這個網站 我們來找出最新的 統計結果 統計結果 在明年 明年3月 明年的3月 我們把日期選定在這 對不對 這邊明年3月 明年3月 將期一馬的機率喔 剛剛跟各位講說 現在的是多少 5.25 然後到多少 5.5 對不對 因為一馬就是0.25% 各位 你看我搖產業 你可以順便 學習一下 財經的這個專有名詞 所以以後你聽到說 一馬兩馬 你都慢慢有底喔 其實這種東西喔 我們考什麼樣 考這個 類似什麼 理專的啊 證照考試都會考 考分析師也會考 但是這種對我們來講 是很簡單的題目喔 好 一馬是多少 就是0.25% OK 好 所以 原本目前利率是在5.25到5.5嘛 好 那3月呢 3月降一馬 機率 有將近怎麼樣 7成喔 我們看到的數據是69.9嘛 所以 比我剛剛跟你講的 比我剛剛跟你講的 這個49多 49% 還不到過半 現在已經達到這樣 有7成的機率怎麼樣 會降息 7成的機率會降息 然後你回頭來看喔 降一馬之後 它的利率就到多少 就是5到5.25 這是1馬 這是1馬 這是3月的部分 好 那回過頭再看 再來看一下 那如果3月是這樣 那5月呢 好你可以看喔 5月呢 剛剛是 原本的預估是3月不降息 然後5月會降一馬 好 那我們最新的預測是3月會降一馬 然後緊接著多少 緊接著在5月怎麼樣 5月的時候也會 5月現在 68.1% 綠率區間是落在4.75 那4.75就比原本的5 對不對 原本的5 原本的5 原本的5到5.25 現在變成多少 5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就是這樣 再降1馬 再降1馬 就是再降0.25% 這樣各位懂 所以換句話說 0.3月降一次 5月降一次 那兩次加起來就是0.5 那下半年會不會再降 我不知道 就是要看這個Fat Watch 未來的這個利率的預測在哪裡 好 各位 那我們要跟各位講結論 來 接下來 我給你看這一張走勢圖 你就明白了 我把過去這20年 台股的加權指數跟美國利率的 這個基準利率的走勢 我給你做一個相關的比對 麻煩你看一下 在 之前 08年那次是不是金融海嘯 有沒有 在高點的時候 我們的指數也 來到高 後來整個降下來之後 降下來之後 指數也跌到低點 有沒有 後來 從2008到2019年 有來好幾次的這個什麼樣 好幾次的這個聯準會什麼QE1 QE2 最後又來到QE3 那時候博蘭克當這個 聯準會總裁的時候有沒有 好來 所以這幾年你有沒有看到 我們的台股指數就怎樣 一片 星星腦就往上 跟著利率是一起的 對不對 後來呢 是不是遇到COVID-19 然後 無上限QE 然後就降息 對不對 所以這一段是不是也跌 有沒有 有沒有 可是一開始降息 在這邊 又開始 怎麼樣 又開始降息 降息之後 從降息之後 降息之後 指數是不是 接著大漲兩年的行行 有沒有 然後呢 開始升息了 然後 指數就開始跌下來了 好 那它現在又要開始降息了 那我們的指數是不是要開始怎麼樣 又要開始繼續往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升到高的時候 接著怎麼樣 指數開始崩下來 指數崩下來之後 指數崩下來之後 它就怎麼樣 它就緊急怎麼樣 來降息 有沒有 OK好 所以 可以預測的是 但是未來如果要降息 那我們的台股 就會像這一波一樣 開始迎來一個 一個大多頭 現在指數在這邊 如果 利息一旦降下來 我們的指數就會怎麼樣 就會 開始 再走一個 一萬八一萬九的大行情 好 所以各位 不要再好好把握接下來 兩三年的大多頭 那大多頭有什麼股票可以操作呢 我想各位不要再糾結短線了 然後呢 最近有一些人來跟我們問入會 你也不要再去 我說 你是拿著你的錢 來跟我富貴穩中求 我們讓你的財富可以 翻倍翻倍的上去 這不是菜市場買菜 各位 我給你講一個東西 你有沒有發現 價值高 搶手的東西 有沒有人在打折 沒有 只有廉價品賣不出去 一堆人在競爭 他才會打折 你去買保時捷 你去買馬丁 像我一台馬丁 一台馬沙拉蒂 一台保時捷 你去這家 你去買這些高檔名車的 他們會給你打折嗎 沒有在打折的 他還會告訴你說 很抱歉喔 你要提早半年訂車 不然你排不到 可是呢 今天一景氣不好的時候 你會發現 賣這個低價國民車的那個營業員 業務員就拼命給你打折 然後怎麼樣 送東送西的 所以你要想 今天你的操作 你是要跟著怎麼樣 你是要跟著 超跑等級的分析師來操作 還是你要怎麼樣 看到別人便宜 你就跟著去做 可是你會發現 你最後你 你省了會費 可是你卻賠了怎麼樣 賠了你的血汗錢 好嗎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那我想大行情來了 如果你還是不知道 怎麼掌握個股的節奏 不知道從什麼股票下手的話 我們過去這幾個月來的聊產業 我相信你都看到我們 怎麼樣一檔股票 讓你買在起漲點 好嗎 謝謝各位 祝你明年的金融股 股票支支漲停板 我們一起來聊聊